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一个是美国 美国由于跟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关系 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都非常的小金额 美国也希望能够通过乌克兰这一次的乱局 那么它可以布局在基辅 基辅和莫斯科的距离非常近 对美国来讲在地缘政治 在新的全球布局里头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重返到这个地区 牵住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而另外一个牵涉到的是欧盟的态度 欧盟跟俄罗斯的贸易往来相当的密切 但是欧盟并不希望卷入俄罗斯和美国之间过度的政治博弈 他们希望把它变成一个单纯化的一个物极的空难事件 而首先我们来看在7月18号发生这个不幸的空难事件之后 终于经过六天 这些不幸的人 第一批尸体40个人回到了他们的出发地点荷兰 回到的地点是荷兰的空军基地 局势大概国际的所有的大媒体都直播了这一场丧礼 而所有的人对这场丧礼最终的结论 他们突然忘记了所有美国原来非常喧嚣的吵闹 喧嚣的指责和俄罗斯之间两方不断打起的口水在 在那一刻荷兰这个国家赢得了全世界对他们的尊敬 荷兰在这次处理事情的态度很简单 他们要扔回来 因为在这一架飞机上 290多名乘客里头死伤人数最多的是荷兰人 接近200人左右 其次他们希望国际的主导权 调查主导权在荷兰人手中 而这次的黑夹子最终呢 完整大致大致是完整的交给了马来西亚 再交给英国最终也是回到了荷兰人 在主导所有的整个调查事故 荷兰在整个空难事件里头 让空难归于空难 让国际政治交给美国和俄罗斯自己去博弈 而对于经济制裁 是否要对俄罗斯进行进行制裁 整个荷兰的首相只说了一句话 普丁有最后一次的机会显示 他对于处理这场空难事件 有他的诚意 就在荷兰首相的自治 跟整个荷兰整体国家 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之下 这些人最终尸体一步一步的 从乌克兰东部运到了乌克兰 然后飞机第一批40具尸体 抵达了荷兰 荷兰以国丧的方式举行了这场丧礼 整个丧礼的过程令人非常的感动 对荷兰每一个人都竖起了尊敬的大拇指 两架军用飞机 在这首批马航时期的40具罹难者棺木 从遥远的战乱的风雨之地回家了 7月23号当地时间下午4点 荷兰风车之国 此刻不是欢乐的童话世界 荷兰南部的爱因霍芬机场内外 降下半起 空中航线关闭 接到公车停时 风车都被设定在同一角度 这一刻只为纪念碧丝烈的远远 一曲The Last Post 是为纪念战争罹难者的哀歌 荷兰国王王后和荷兰总理马克旅特 安静地看着前岛的摩托车和领车 黑衣西装的架驶打开门 一步助力在车门旁 长串排列整齐的 还有哀痛和思念 荷兰人可能没有想过 自1962年荷兰女王逝世后 半世纪以来的第一个古葬日 会是此情此情 举国震惊的荷兰人 在车站 在工厂 在办公室或街道 都观看现场转播 四军军人登上军机 将棺木台下再送到跑道上等候的四十步凌车 台关的荷兰军人慢慢放下 角度一致 动作细腻 就怕晃动了棺木内的挚爱的同胞 最后 整体至极 终于在巨大莫名的惊喜中 与世的灵爱者 丧身一乡六天 尸体一度被任意遗弃后 终于他们能以尊严安息了 没有人知道哪一具棺木 躺着那一位亲爱的人 但从爱因破分到西尔森姆军事基地 整整一百公里的伊林路程中 成千上万的荷兰人 在公路或桥梁上 目送四十位陌生人 陌生却又令人心痛的陌生人 等候了荷兰人 只是安静地拍手 安静地流泪 安静地拿起相机 记录着心痛的一刻 安静地想象 他们在生命最后一刻 使得惊恐与挣扎 了不起的理性荷兰 让全程转播的西方媒体 忍不住都称颂赞美 我真的要说 我真的要说 我祝福人家的东西 在这种方式 做这种方式 和这种荷兰 和这种荷兰 我认为 我看这些照片 是 祝福的第一次 是一刻的缘子 是真正的 It won't last forever It is people crying every minute for the same reasons we are crying I don't know where humanity is going but when I see you and everybody and the flowers there's always hope Did they lock hands with their loved ones? Did they hold their children close to their hearts? Did they look each other in the eyes One final time In a wordless goodbye And that human remains should be used in a political game If somebody here around the table talks about a political game This is the political game that has been played with human remains And it is despicable 痛心又悲愤 已不足以形容一个国家 纵失193位无国人民的心情了 荷兰风车之国 不用忽天抢地 或模糊焦点的政治控诉 而是回到生命的最根本尊严 这里 有他们的名字 和他们安息的长睡之地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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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